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我要介绍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之中的不偏估计量 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一个估计量 我们需要符合有四个一个检视的条件 其中这个不偏性这件事情的话呢 是一个非常基本而且很重要的 那么我们先介绍一下什么叫做不偏性 不偏性的定义就是说 假设这个,这个叫做θ hat 这是我们念θ 加上了一个帽子就是θ hat θ hat是什么呢 是一个我们的一个估计量 我们设计的也可以是自己设计 那么θ的话呢是一个母体的参数 假设我们的期望值 就是说我们的一个估计量 它的期望值会等于母体的参数 那么这是一个不错的估计量 我们就称这个θ hat 是θ的不偏 这是不偏的 unbiased 我们对于这种定义来说的话呢 我们可以认识我们现在目前常用的 这是平均数 样本平均数跟样本变异数 等一会我们的话呢 会给各位同学一个证明 现在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 假设一个mu的一个估计量 它是这样子算的 这个我们习惯的话呢 是这个分母是n 可是我们这边假设是n-1 那会怎么样呢 这个是不是它的不偏估计量呢 我们可以用期望值来做 来我们来检视一下 这个mu head 它的期望值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取一个期望值 这边是一个n-1 是一个数字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移到外面去 那这边是什么呢 这个是所有的这个数值的总和 那么我们要知道的是 这个数值的总和的话呢 它的期望值本身来说的话呢 是这是nmu 要知道的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xi i等于1到n 这个的不偏 这个的估计量 这个地方应该是mu 所以我们得到的是一个 会有偏误的状况 所以它是不是不偏估计式呢 不是 现在我们来讨论 母体平均数的不偏估计量 母体平均数叫做mu 一般来说 我们是没有办法知道的 我们想要去估计它 最常用的一个方法 就是利用的是x bar 是怎么样说的呢 是这样子的 有n个样本资料 x1到xn 它是随机抽样而得来的 x bar是它的平均数 那么我们来说明一下 就是x bar是mu的不偏估计量 那么这个的证明怎么做呢 还是一样利用定义 我们计算它的期望值 我们来看看x bar的期望值 直接套进去 我们要知道期望值的话呢 这个数值啊 它是具有线性的一个关系 数字可以提到前面去 于是我就可以把n把它放到分母上去 外面 那么这一个 期望值具有线性的性质 所以我们每一个我们都可以 就进去 这直接的话呢 就直接算了 那么于是我们可以得到了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一直到n个 这个的期望值是多少呢 每一个都是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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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就得到了上面是nmu 下面是n nn消掉 于是得到的是mu 我们得到了这样的结论 x bar 是mu的不偏估计量 现在我要说明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就是母体变异数的不偏估计量 那很多同学都会有一个疑惑 为什么样本变异数 它这个底下是除以n减1 而是不除以n呢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 就可以证明一下 给各位同学看 为何要n减1 因为s平方 是sigma平方的不偏估计量 假设我们改成n的话呢 就反而会有偏误了 来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 首先我们还是一样的取期望值 我们把它带进去 这个带进去以后 这个是x bar 这是n减1 n减1我们移到外面去 于是可以得到了一个 这样子的期望值 这个看起来式子相当的复杂 不过我们不要怕麻烦 我们要利用的是 减一项加一项来去做 我们要扯m进来 我们这边减了一个m 这边减下去 这边就是也要减一个m 这样子才能够平衡 为什么这样子做呢 这个因为我们要把它 sigma平方 我们要把它扯出来 好我们看下一步 下一步 n减1分之1 仍然继续保留着 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 这是a减b的平方 我们把它展开来 a平方减掉2ab 加上最后一项b平方 这看起来蛮复杂的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快要 就是快要把它 统合起来 就会变得很容易了 继续计算下去 我们看 前面这个第一项 我们不要动 我们看一看这个 这个算是 这x bar 跟mu 减mu 这个算是 本身来说 它是一个数字 已经算好的数字 可以把它提到前面去 于是变成这个 那这个呢 这本身来说的话呢 mu也是一个数字 x bar也是一个数字 本身来说 我们加了一个summation的话呢 直接就多一个n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继续做下去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来说 我们前面的式子 这边有一个2n 这个是n 我们来看一看 这边是减2n 这边是加一个n 所以整体来说 我们是减一个n 再继续往下做 我们看看它的定义 现在要注意的是 这个定义了 这个定义的话呢 这是什么 前面这个的话呢 是 这就是每一个 每一个 xi的 它的变异数 我们这边写下去 这个地方是 这就是基本上来说 这就是变异数的定义 那么这个是什么 这是 sigma x bar 这个 这就是sigma x bar 那么我们往下看 每一个 因为每一个 每一个都是sigma平方 它的变异数都是一样的 那么 其中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曾经证明过 在抽象分配的地方 sigma x bar 平方 它本身来说的话呢 会变成了 缩减了n倍 所以我们把它 套进去看 n减一分之一 这个地方是 这边有 每一个都是sigma平方 有n个 所以是n sigma平方 那这个呢 要除以n 这个地方要除以n 所以这边就变成了一个 我们发现了什么呢 我们发现了 这两个是对销 所以我们得到了结论 什么结论呢 我们 s平方 是sigma平方的 不偏估计量 好的估计量 符合以下的四个条件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介绍的是 不偏性 那么 后面还有 有效性 一致性 跟充分性 那么我们在 后面都会一一再介绍 好 好的